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白铃其实就是泰姆山脚下的一个镇 所以白铃功夫红茶就是府顶的功夫红茶 白铃功夫红茶也是福建的三大功夫红茶之一 历史非常悠久 最起码有100多年以上的历史 曾经也是作为福建红茶出口的一个非常主要的一个产品 所以白铃功夫红茶曾经是非常的辉煌 销量也非常大 再加上泰姆山当地大家都知道 本身就是一个产茶的一个地方 它的茶树品种也好 它的自茶工艺也好 都是非常先进 所以白铃功夫的品质也是无可挑剔的 非常优秀 曾经获得很多的荣誉 在国际市场上曾经有一度就是跟齐鸿是齐名的 白铃功夫的茶树原料也是跟福顶白茶的原料基本上是一样的 一个是福顶大白茶 也有这个菜茶 福顶的菜茶制作 这两种品种都可以制作这个白铃功夫 那么特别是福顶的这个菜茶 做出来的这个功夫红茶呢 品质非常好 香气 特别是它的香气非常富裕 菜茶是属于一种小叶种茶 所以我们看到它的这个干茶的时候 会觉得就看到它干茶非常的比较细 比较细长 比较小 细长 比较偏黑 它的香 特别是它的香啊 比较富裕 有这种很明显的这种花果香 为什么它能够跟齐鸿差不多齐名 就是大家都觉得它的香气啊 已经基本上不属于这个齐鸿了 那么它的内汁也是一样 内汁非常的丰富 我们可以看到它的茶汤啊 它是很粘稠 很厚重 就是包括它的有金圈 就是因为它的这个里面的内汁啊 擦黄素比较多 所以会有金圈 这个是它的茶汤的内含物质非常的丰富 我们喝到嘴巴里口感也是一样 你会感觉到一个是 除了甘甜之外啊 感觉到很厚重的感觉 就是比较柔和 但是呢又有粘稠感 就是它的内汁这样 而且这种香气是比较持久的 比较耐泡 停留的时间也比较持久 应该说在红茶里面 我是觉得白铃功夫红茶 品质确实非常优秀 应该我觉得 如果喜欢红茶的朋友 应该可以多去关注一下 像这些曾经在历史上很有名 但是现在呢 可能慢慢被淡忘了 这些比较优秀的这些红茶 是非常值得大家去试一试的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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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赏